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阿富汗喀布尔昨上午10点30分 同台湾时间28日下午2点 西部一座亲伊朗人士聚集的什叶派文化中心 遭到恐怖自杀炸弹攻击 造成41死84人伤亡 许多受伤者为妇女儿童 对此攻击伊斯兰国透过旗下通讯社申请犯案 美国白宫于28日凌晨12点45分 同台湾时间28日下午1点45分 发出书面声明表达强烈谴责死野蛮行为 根据中央社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对过耶旦与新年假期 先前他才发推特表示 上任11个月多以来 消灭伊斯兰国大有进展 相较前总统欧巴马最后两年多时更加成功 包括被伊斯兰国掌控的地区大幅缩减 伊斯兰国的人数大量减少之外 也同时解救更多人 美国白宫对此自杀炸弹恐攻 发表书面声明 虽在文中没有直接点出伊斯兰国 但强烈谴责此意野蛮的行为 并且向受害者以及家属们至上最深切的慰问 更强调美国将与阿富汗联合政府紧密合作 阿富汗的敌人试图摧毁家园 分裂阿富汗的人民是不会成功的